我想問你有沒有突然想送老婆 沒有 其實我之前想要買給她 她花了我花錢 自己開摩托車 然後買進口車給老婆 我一直想開進口車 經濟能力很大 那我安全性之後 我選擇進口的拿開 你把最好的都給她 嗯 你很有心耶 嗯 我就會跟你們那個人 我就會幫我拍一下 他應該會很欺壓吧 我也 好了 你好 因為我找王書 然後我欠一下 看一下 他這幅欠比較大 沒有辦法幫你拿進來 這是他的資料 然後 寄見人 希望我 可以跟你說一段話 親愛的老婆 感謝你從千里之外嫁到台灣 陪我共同奮鬥12年了 希望你在工作之餘 同時也要懂得享受人生 當你開著他時 也代表著我 時時刻刻 陪在你身邊 希望你會習慣 愛你喔 謝謝 一名男子為了感謝自家老婆 瞞著他買了一台二手的進口車 並且準備了卡片請業務轉交給老婆 自己則帶著花登場 浪漫場面讓網友稱羨不已 紛紛表示 別人家的老公永遠不會讓我失望 你很快 怎麼突然想送老婆 其實我之前想要買給他 他抱我八年 好 接到兩三年 對不對 那我用我的修理車給他開 不會害怕 因為我的手上車是用怕的 喔 用菜的 對我只能握著方向 因為他跟我一直工作 其實我們也一直工作 他家來台灣12年 滿久了耶 對 其實有一些休閒車 嗯 每天都在那邊 我喜歡他 可以開這車 他去 他想去 對 去享受生活 不要一直工作 自己開國安車 然後買進口車給老婆 我一直想開進口車 經濟能力很大 當然安全性 所以我選擇進口 你把最好的都可以拍 嗯 你很有心耶 嗯 我教育跟你們那個 我教育 幫我拍一下 我拍一下 會很欺騙吧 會 會 好了 你好 看我保皇書 你 你就是啊 有一個東西 要給你簽收一下 嗯 簽一下 看一下 他這部件比較大 沒有辦法幫你拿進來 這是他的資料 Subscribe 然後 寄見人 希望我 可以跟你說一段話 親愛的老婆 感謝你從千里之外 嫁到台灣 陪我共同奮鬥12年了 你老公不會甜言蜜語 也沒有溫柔體貼 但你老公把人生的第一台 寶馬車子買來送給你 你希望你在工作之餘 同時也要懂得享受人生 當你開著他時 也代表著我時時刻刻 陪在你身邊 希望你會喜歡 愛你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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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